这天狐狸猫正在自习课上复习功课 忽然收到小树蛙丢过来的小纸条 上面写着 我转向北方 狐狸是否在家 我肩上沉重的头脑 盛满了惆怅 正当狐狸猫想这词改得不错时 下课钟声响起 只见小树蛙奔向狐狸猫 大喊 救命啊 狐狸猫好奇地问小树蛙发生了什么事 小树蛙说 它刚刚在看磁铁有关的讲义 但完全有看没有懂 狐狸猫好奇道 是哪部分不懂 只见小树蛙骄傲地说 全部哦 这时狐狸猫默默地抬起手 看着手腕 用一种悲伤的语气说 现在时刻中午12点 小树蛙的自然课失去呼吸心跳 宣告不治 小树蛙听到 边笑边着急地说 等等等等 我觉得我还可以抢救一下 狐狸猫只好无奈地说 唉 好吧 便当还要一会儿才来 就简单地跟你说说 于是先问小树蛙 是否有印象磁铁分为两极 小树蛙表示记得 而且还记得分成N极与S极 这时狐狐狸猫开始说明 磁铁两端为什么要叫做N极跟S极呢 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把这根磁铁 从中间吊起 最终N极会大致地朝向地球的北极 North 而S极则朝着地球的南极 South方向 也因此N极也可称为直北极 S极为指南极 小树蛙听到这 也举一反三地说 所以指南针也都是磁铁咯 狐狸猫肯定地回复 接着话锋一转 反问小树蛙 知道磁铁最特殊的地方是什么吗 小树蛙有些疑惑地说 是可以吸在一起吗 这答案让狐狸猫 惊喜称赞了一下小树蛙 接着说 磁铁能吸在一起 就是利用它的主要特性之一 同名吉相赤 异名吉相吸造成 当异名吉靠近时 它们就会互相吸引 碰在一起 听到这 小树蛙立刻反应过来 问道 所以磁铁同名吉相对时 它们就会互相排斥咯 完全正确 狐狸猫肯定地回答 接着说磁铁这种指向南北极 或造成吸引与排斥现象 靠的就是磁铁中的磁力 也因为磁力这种作用力 不需要碰到就能产生作用 所以被归类为超距力哦 这时小树蛙有了新的疑问 刚刚讲磁铁相吸 靠的是磁铁间的磁力 那为什么磁铁可以吸住其他不具磁性的东西 五狸猫笑着说 这就是磁铁最神奇的地方了 本身不具磁性的物体 如铁棒 会因为磁力的影响 在接近磁铁的异端 变化成一名级 而远离的异端 变为同名级 因此 当铁棒接在磁铁上时 它也就会被转化为一根磁铁哦 这种转化的过程 就被叫做磁化 小树蛙好奇问 这种磁化 是不是移开磁铁后 就会消失 狐狸猫笑着说 这就不一定了 不同的磁性物质 可维持磁性的时间不一 以被磁化的铁棒来说 当它一离开磁铁 铁棒本身的磁性 就会很快地消退 而被磁化的钢棒 离开磁铁后 磁性则是可以保持 很长一段时间 像这种离开磁铁后 就失去磁性的铁棒 也被称为战时磁铁 而离开磁铁后 磁性依然可以 长时间维持不变的 则被称为永久磁铁 小树蛙这时又想起 它平常在玩磁铁的时候 不是所有东西 都可以被磁化的样子 狐狸猫点了点头 并举了些例子 像是铜、金、锡等 这些物质常温下 就无法被磁化 而铁、钩、镍等 则是可以被磁铁所磁化 这时狐狸猫突然问道 考考你 铁棒离开磁铁后 磁性会立即消失 那如果直接将磁铁切成两段呢 其中一段的磁性会消失吗 小树蛙心想磁铁 应该就是种永久磁铁 用暂时磁铁的特性来做题目 肯定是想误导它 于是回答 永久磁铁即便切分成两半 这两半的磁性 应该依然会维持不变 不过讲到这 小树蛙有些疑惑地问狐狸猫 分开的磁铁 会变成一块S级 一块N级吗 狐狸猫笑着回答 磁铁它的磁级 一定是成对出现的 所以像这样将磁铁切分成两半 它就会变成两块磁铁哦 再继续切下去 它依然会保持着特性哦 如果是横的切过 磁铁的磁级 依然会成对出现哦 小树蛙对于这种现象惊奇不已 觉得这就像分裂繁殖一样 狐狸猫也笑着问小树蛙 酷吧 这是不是也很像引分身术 小树蛙点了点头 并开心地谢谢狐狸猫详尽地解说 其实只要理解磁铁的磁级 为什么叫N级与S级 就能够掌握磁铁两级的第一个特性 指南级与指北级 而了解到磁铁两级的第二个特性 同名级相赤 一名级相吸 知道磁力是种可以不接触就产生作用的力 就可以顺势明白磁铁两级的第三个特性 两磁级间的磁力是种超距力 因为有磁力 所以可以将其他不具磁性的物体磁化 依照其磁力存续时间的长短 再分为永久磁铁 暂时磁铁两种 但因为不是所有东西都可被磁化 像是金、铜、锡等金属 在常温下都无法被磁化 而一般常见可被磁化的金属 则是铁、菇、镍 最后磁铁最酷的 就是不论如何切割 磁级一定成对出现 最后 想要考考荧幕前的你 如果把磁铁像这样并排放的话 它会相吸还是相吃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